《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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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總共拘捕了143人 而是檢控了81人 上個星期這件案件 就在法庭裏面 大家都聽見到 有兩名被告 認罪就算勾結外國勢力 而在法庭審訊裏面 亦顯露了 大家聽法庭都會知道 有一名主路人物 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主路人物 去聯同一位外國人 去付錢、有市 兩位被告 進行一些勾結外國勢力 從而危害國家安全 包括叫外國制裁香港 亦都在這個案情裏面 透露到他們是怎樣 即這個主路人 怎樣利用這兩個被告 叫他們去鼓動這些人 出來做一些公眾活動 又或者這個主路人物 怎樣利用他所管控的一些媒體 來製造一些形象 令到鼓動一些人出來 對於國家 或者對於我們香港政府一些的爭行 接下來還有很多總案件 會不停在法庭審的 我相信隨著更加多的案情 在法庭透露 大家就很清楚看到 其實2019年發生的事情 不是很單純一些年輕人出來發聲的 而是發覺有一些主路人物 是有心想危害國家安全 一個有組織性 類似一個顏色革命的一些犯罪行為 兩官林鄭月娥說 香港積極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機遇無限 要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特區必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國家安全 確保愛國者治港 聚焦發展 要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我們必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國家安全 確保愛國者治港 聚焦發展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綱要 一如既往 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 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以及風險管理中心 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支持香港服務業 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此外,十四五規劃綱要加入了 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以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以及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這八個中心將會為香港帶來無限的機遇 香港潮州商會 根深業務、人才背出 相信定能、承先啟後 繼續從特區政府並肩同行 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為香港發展增添動力 為家鄉、國家貢獻力量 政府 soi簽定出 社會辦公室 從生命名工作 新聞絕要報道完。